民众坐在大草原上兴奋地等待着即将斩球的热气球 呼应着当天清晨的热气球万球齐飞 6月27号傍晚台东县政府为着2015年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会 举行了热气球光雕音乐会 第一天就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民众以及游客前往朝圣 行政院长毛志国更是受邀前往 十足的亲和力让民众是真相拍照 另外还有很多国际的这些热气球飞行员 这几年来也帮助我们把我们台湾的热气球产业 能够这样建立起来 当然还有一位非常重要的推手 就是我们行政院的毛院长 他在担任交通部长的时候 帮助我们把这个法规定定起来 支持我们发展这样的一个产业 由这个黄县长引进这个热气球 使台东可以讲 他有一个在观光方面自己特殊的品牌 在这边我作为背后推动者之一 要谢谢大家的支持 不过就这样提醒大家 到台东来玩热气球 这个一天是不够的了 要多几天 你一定有机会看到美丽的光雕 祝大家玩得愉快 光雕晚会主题 爱飞翔代表着乘坐梦想与自由的热气球 一起朝着梦想出发 而来自世界各国的热气球飞行员 因为热气球加年华聚集到台东 也象征台东是个梦想实现的地方 看木之夜邀请世界溜溜球大赛长盛军 以自创以及融合高难度国际及杂耍技艺 将LED发光的扯铃 溜溜球与花式表演结合 呈现充满感官震撼与绚烂色彩的独特演出 精彩的表演加上高空烟火与身后的热气球 一同呈现出极限的光雕视觉 以及听觉的震撼 东台新闻温格 刘大游 陆野湘 采文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